这下出大事了兄弟们 地主狮王在巡师领地的时候 不幸遭遇三头入侵雄狮的围攻 地主狮王的兄弟正好不在身边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 地主狮王不得不挺身以一挡三 虽然自己的战斗力也非常在线 但奈何双拳难敌四手 对面三兄弟也正直撞连 地主狮王很快就被揍趴下了 这下玩毒死了 雄狮打架的一贯作风 就是咬断对方的脊椎 让其丧失反抗的能力 同时也没有了逃跑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战败的一方基本上宣判死刑了 很显然 目前的地主狮王已经被咬断了脊椎 等待他的结局 就是被三头入侵者折磨致死 就算他的兄弟现在赶过来也晚了 一旦脊椎被咬断 那就意味着他的脊椎被咬断了 此时的狮王已经失去了往日威风 被揍得满脸伤痕 入侵者还在一旁手着 身受重伤的狮王 贪婪的呼吸着新鲜空气 他知道自己已经大陷将至 只是心里还很不服气 但是没有犯法 雄狮的一生就是这样 很少能安享晚年 终生都在战斗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受伤的狮王已经奄奄一息 他已经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他曾经统治的这片领地以后 就是别人的了 包括自己的后宫也会被霸占 自己的骨肉也会被赶尽杀绝 虽然地主狮王已经倒下了 但是入侵者还没有停止他们的攻击 其中一头入侵者对着地上的狮王又是一顿输出 能看见地上的狮王已经完全无法动的了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另外一头入侵者也再次过来对狮王进行输出 看来他们是不把狮王当场送走 他们是不会停手了 这真是太狠了 一带狮王就这样凉了 谁能想到几十分钟以前 还是背风凛凛的狮王 现在就是一具躺在地上的一坛肉 一次失手 就让自己成为了狮手 真特喵的贵气 小长颈鹿刚刚学会了战力 还没来得及奔跑 猎老二这个栽旧子闻着威就来了 为了保护小家伙 长颈鹿妈妈不得不驱赶猎老二 这是真特喵的灰气 但是猎老二的出现 也让小长颈鹿提前学会了奔跑 他必须跟上妈妈的脚步 才有纯正的路奶喝 但是他的危险处境还没有排除 虽然猎老二被驱赶了 可演出的诗学也盯上了这对母子 有熊师院长带领的诗学 这战斗力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熊师院长还戴了一顶像是鬼帽子 真探马 对 长颈鹿妈妈带着小家伙 想要离开这里 激情的长颈鹿妈妈 好像发现了一样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尸臭味 长颈鹿妈妈要如何应对 接下来的一切 他不仅要保护好小家伙 还要保护好自己 他让小家伙先跟着跑一跑试试 可是他们才刚刚起步没跑多远 狮子就已经开始动身了 这一招不行 这样跑绝对跑不掉 必须要想点办法 于是长颈鹿妈妈把小家伙 带到树林里 让他先躲在灌木丛里 毕竟小家伙身高也只有1米8而已 果然 这一招扰乱了狮子的视线 他看不见小家伙 只能看见长颈鹿妈妈 长颈鹿妈妈朝另外的方向走却 想把狮群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他们身上 找不到小家伙 母狮就不开心了 他要去找熊狮求安慰 他要亲亲抱抱去高空 小家伙很听话 我在这里不敢乱动 长颈鹿妈妈在远处观察着狮群的动向 母狮找不到小长颈鹿 大长颈鹿他又打不过 这特描得如何是好 很想着给熊狮表演一走 没想到现在能到自己回来求安慰 熊狮院长看母狮过来 就把炮牌架起了 原来是这样求安慰 这谁顶得住 既然这样的话 长颈鹿妈妈赶忙让小家伙跟着走 小孩不要乱看 这真的是我擦了 长颈鹿妈妈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这样就能躲过一截 活了这么多年 这还是头一回 他让小家伙赶紧跟上走 熊狮院长估计几十秒就完事了 跑路的机会稍纵即逝 来不得半点犹豫 这真的是我擦了 忘了个擦了 一头白尾鹿突然发飙攻击饲养员 还好饲养人机智 牢牢握住白尾鹿的鹿角 但是白尾鹿并没有就此收手 依然发力想要揍这个饲养员 饲养员一边跟白尾鹿对峙 一边大声呼喊 同事过来帮忙 饲养员几乎用尽全力死死 按住鹿角 如果背着东西攻击 饲养员近日恐怕会有血光之灾 白尾鹿近日不知道 是不是喝多了假酒 居然对饲养员弄手 今后的鹿恐怕不好走了 此时一位工作人员 手拿铁锹赶了过来 还以为他会做什么呢 特喵的就像没吃饭一样 轻轻拍到了两下 就开始站在一旁打酱油 我擦了 这波操作实属让人头疼 就算不敢下死手 能不能帮忙过去按住白尾鹿 白尾鹿此时显得更加暴躁 持续发力攻击地上的饲养员 工作人员仿佛开窍了 赶忙上去帮忙拉住鹿角 此时地上的饲养员 趁机站了起来 白尾鹿继续向两人发动攻击 一个白尾鹿就把饲养员甩翻在地 还踩了他一脚 现在白尾鹿把目标转向了 这个工作人员 毕竟这祸用铁锹拍过他 饲养员此时再次过来帮忙 手里居然拿了那小棍子 敲打白尾鹿的嘴巴 这白尾鹿的力气是真大 两个人都把他按不住 这时候又多了一名男子过来帮忙 饲养员捡起地上铁锹 对着白尾鹿就是一顿输出 但是这个力度 你他妈确定不是演员故意演给我看的 过来帮忙的男子 显然力气要大很多 他死死抓住鹿角 想要把白尾鹿按翻在地 本来以为他就要成功了 但是一个失误 就让白尾鹿占了优势 幸运的是男子用脚 阻挡白尾鹿的进攻 鹿角并没有对男子造成伤害 男子死死抓住鹿角 防止白尾鹿再次攻击他 听见动静以后 刚开始那两个人再次冲了过来 也不知道他们刚刚去干什么去了 工作人员继续拿着 这没什么冷用的铁锹拍到白尾鹿 而另外那个人居然脱了个垃圾桶下来 我热烈的吗 这是什么操作 现在那两个人又站在一旁 打起了酱油 最终还是白尾男子 平一己之力制服了白尾鹿 大家对他们的操作有什么想说的吗 挖了个擦了 监控拍一下真实的一幕 这大半夜的 一条恶狼摸到院子里面来 发现一只黑狗在看家护院 狗子看恶狼鬼鬼祟祟的不怀好意 于是冲恶狼吼了两声让他滚 我擦了 恶狼二话不说 直接咬住狗子的脖子 还好有绳子把狗子牵住 要不然狗子肯定被恶狼提走了 也正是因为狗子被绳子牵制住 才大大限制了狗子的攻击力 他想跟恶狼单挑 但无奈自己却施展不开 恶狼很嚣张 咬住狗子的脖子不松口 他使劲拽狗子 试图把绳子拽断 此时的情况对狗子来说很不利 于是狗子开始嗷嗷乱叫 他想把熟睡中的主人叫醒 这样他就有救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主人有花生米 他曾经亲眼目睹过 主人用花生米收拾过恶狼 现在能救他的也只有他主人了 可是不管他怎么叫 主人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为什么今天晚上主人睡得这么死 狗子被恶狼摁在地上一顿挪擦 狗子被揍惨了 连狗毛都被恶狼咬下来了 恶狼现在知道狗子的战斗力了 完全就是战古渣 于是恶狼的气势越来越高 非要把狗子拽走 能看见狗绳都被扯直了 我擦了 真你马残暴 如果狗子的主人再不出来的话 估计狗子很快就要见他老了了 狗子的四肢已经砸了了下来 仿佛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恶狼也很谨慎 在换气的时候 也不忘观察四周的动静 但是狗子已经完全没有了动静 估计已经被恶狼送走了 恶狼还不死心 再次提起狗子使劲拽 这次直接把狗子拽走了 恶狼觉得狗肉味道还不错 第二天叫上兄弟一起 又来到一家院子里面 两条恶狼上来就摁住狗子一阵死咬 狗子现在害怕极了 他只想回家找妈妈 狗子不停的嗷嗷乱叫 但是仍然没有叫醒熟睡中的主人 没几下这条狗子就坚持不住了 被恶狼当场送走 两条恶狼咬住狗子使劲拽 想把狗子拉走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条狗子是用铁链子拴住的 根本拉不动 他们还以为像昨天晚上那条狗子一样 几下就能带走 我擦了 真你马残暴 两条恶狼贝类够呛 他们依旧不肯放弃 说什么也要把狗子拽走 都给其中一条二狼整肌眼了 他骂骂咧咧的说是去放风 结果二狼亡活了一晚上 也没把狗子带走 换了个擦了 打工报又上到货了 还是一头怀孕的羚羊 拿下这头羚羊 把打工报也是累够呛 但是这货没有实力 把羊肉端到树上 他现在也很忐忑 他很担心资本家突然的压榨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只有自己抓紧时间先吃起来 毕竟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 打工报并没有直接对羚羊掏心掏肺 而是先从大腿肉开始吃 估计他是担心螺蛳粉的气味太大 自己还没吃上几口 猎老二那裙栽舅子就玩这位赶来了 那他马到时候就悲剧了 打工报吃的是心惊赞战的 这里是也开阔 很容易就被发现 他不得不加倍小心 警方被老六偷袭 也不知道打工报是噎住了 还是累着了 居然还中场休息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战地记者小狐狼和清洁公突救 已经赶到了现场 这俩获得到来问题就严重了 清洁公突救都是成群结队 一大批一大批的 很快就能把打工报淹没在里面 而且猎老二还会跟着突救 降落的地方赶来 战地记者小狐狼估计 现在已经去报信了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猎老二还有几分钟就能抵达战场 打工报现在已经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他必须尽快离开这个适非之地 打工报很艰难的端着羊肉 这条细口是真的菜 这么大一锅羊肉 端都端不动 还要时刻小鞋会被偷袭 打工报的一天是真的惨 每天都在为如何吃饱饭而奔波 有时候忙忙碌碌一整天还会被抢 经常都是给别人打工 这打工的日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也不知道这辛苦拿下的羊羊 最后能不能吃到自己的肚子里 打工报没走几度 就要抬头起来观望一下四周 防止那些老六突然的偷袭 被抢的羊肉都是小事情 别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那才是真特喵的晦气 看样子打工报要走的路还很远 至少要拖进树林里 才相对安全一点 别踏马一群猎老二 在树林里等着他 那就玩多死了 忘了个擦了 一只小羊羊出门没看老皇爷 被瞎溜达的打工报给按住了 真特喵的晦气 小羊羊此时害怕极了 他只想回家找妈妈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在这宽阔的 城华大道上把他抓住 打工报锁住小羊羊的脖子 让他不要乱叫 万一把猎老二 那个舅子吸引过来了 那就悲剧了 但是打工报的咬合力好像不够 就算拿捏了小羊羊命运的咽喉 小羊羊还是嗷嗷的叫不不停 这把打工报气够呛 打工报心里也开始有一点慌张了 打工报虽然用草原上最顶级的发动机 奔跑速度那不用说 就算狮子或者猎老二来了 他逃命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就可惜了这鲜嫩的羊肉 打工报咬着羊羊来回的转圈 他必须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 万一被水给抄了后路 那就得不偿失了 小羊羊还年轻 还没有见过什么事面 今天这种场面已经让他很紧张了 他紧张得四脚乱当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叔叔喜欢穿暴纹 而且这个暴纹叔叔要咬住他的 不暴的再次发力 羊羊的叫声也越来越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下巴比Q了 一手梁梁送给了羊羊 打工报拖着羊羊 就往家的方向走去 看来吧 好 这下巴比Q了